出道40周年,劉德華寫新歌《鳳培到底》,觀看人次過億。 劉德華今年入行踏入40年,他專門寫了一首新歌《鳳培到底》, 踏著歌迷友好和合作夥伴的支持,昨晚在網絡平台首度公開演唱,吸引超過一億人收看。 《鳳培到底》由華仔填詞,合共145句情深歌詞,用了不夠半小時就填完。 而MV版本入面就收錄了華仔在過去40年來,和世界各地歌迷互動的畫面, 每一幕都記載著歌迷對華仔的愛和支持。大家不妨落足眼力,看看找不找到自己。 謝霆峰創作《露火》電影主題曲,要欣子丹客串MV繼續音樂火拼。 謝霆峰和欣子丹合作的電影《露火》下個月才有得看, 不過由霆峰創作的電影主題曲《對志》就在今天上架, 除了請欣子丹和他一起作曲,還一起拍MV。 由子丹負責彈琴的部分,子丹就說很喜歡首歌的旋律,一聽就愛上, 但就覺得霆峰找他嚇串,就很大膽和冒險, 因為他的出現很容易拉低整個MV的觀感。 霆峰請了子丹相助,立即找了一部價值200萬的三角演奏琴給他彈。 他還說一個武功高強的人彈琴是一件很有型的事。 而霆峰就出動私火,找了一支全球只得29支的電結他, 繼續和子丹上演音樂火拼。 我們在八百公尺怒找到想要旁小便, 看見他們起的。 對,請他 Crohn, 對,請的敵的攻擊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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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寶帖,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